年命跟克三的來 譬如說我們就以奎卯年生的 你選擇日課裡面年 你的年月日時如果有亥跟胃 施柱裡面有亥跟胃就是命 命跟克三的 這樣聽到吧 那你如果是這裡面自己有三人 比如一個生 一個子日生時 這叫克中三人 生子三人 這叫克中三人 所謂的三人就是有命跟日克三人 也有克中三人 這樣聽到吧 這個都可以了 這都是屬於好的 所以你是屬兔的 你年月日時裡面只有有亥跟胃就是三人 這樣聽得 那如果你是有虛的 年月日時裡面有虛的叫做怎樣 六合 對不對 六合 但是你要注意喔 這個六合不能隨便念嗎 派馬未煞哪裡 煞虛 這樣聽得好不好 反而是 這種六合是 無解的 他虛日虛始反而是三喪 雖然六合卻是他的三喪 這樣聽得懂吧 所以說有時候六合要出去三喪 常常有的老師在叫 叫後來給我復刻 有的分刻 反而老師叫後來給我復刻 有沒有聽過 然後我一看 他是日時 他是本命跟這個六合 跟日時六合 結果卻是他的三喪 大雄 那個老師沒想到 哇這個結婚都給他做事 就這樣 所以有時候 我們在區有的要注意 有的老師怎麼會注意 對不對 類似這樣 好 所以不降積分三合 那就是有課中三合 或者是日課跟年命三合 這都是好的 五合六合七合用 就是天干五合六合 還有七合就是 男女命 男女命跟這個什麼 課中有合加起來就七合 就這樣子 多了一合 所以這裡七合 你們沒有看過七合 哪有那個八字講七合的 有沒有 三個五合六合而已啊 為什麼有七合 就是 他的七合就講 男女命跟日課裡面有合 那也叫另外一個合 叫七合 這樣聽懂吧 叫做乾坤命與日課合 男女命與日課合 叫做 簡稱七合 細查年月 意思就是我們在選婚課的時候 要查年跟月還有日課 都要查得好好的 查得好好的 不能疏忽啦 周堂直呼並直呼 意思就是說 剛剛我們才有講周堂 在周堂上直呼 直日是不能用的 有沒有 這裡有寫 周堂直呼並直呼 此日切莫會佳期 這兩句是連在一起的 意思就是說 在周堂裡面的假期裡面 碰到一個夫跟一個婦的 那個就不能怎樣 會佳期就不能當結婚日 好我們79月 我們再看79月 有個假期 大月假期 正好兩個在一起 78月79月 大月假期有沒有一個夫有沒有 還有一個婦有沒有 大月直呼是初一初九 十七二十五 大月直呼是初七十五二十三 如果遇到小月 直呼正好是初一初九十七二十五 直呼正好是初七十五二十三 有沒有 所以說 周堂裡面的直呼日跟直呼日 這個是 切莫會佳期 不能選為婚客人 這樣聽懂 玉立切天父就這樣解釋 恒天朱雀是禮絕 好 每月的初四 還有初一 尤其是初一 初四 初九 十七二十五 每月的初一 初四 初九 十七二十五 這叫做 恒天朱雀日 這個是不能嫁取的 這個價值 是 不是 初四不是啦 初四是直呼 可以 他是 每月的初一 初九 十七二十五 這四天 每月的初一 初九 十七二十五 這四天 叫做 恒天朱雀日 不能嫁取 這個嫁局之後會怎樣 夫妻不合 朱雀 這樣聽懂吧 朱雀是什麼 出家了 甘不甘 麻雀的意思 意思是說兩個禮結婚會爭吵不休 所以每月的大小月都一樣 大小月的初一初九 十七二十五都不能結婚 這叫恆天朱雀日 那正好也是直婦 直婦日 有沒有 是不是 大月的直婦日 小月的什麼 直婦日 正好為什麼那天會直婦 直婦 也就是恆天朱雀日 所以恆天朱雀日是不能的 好 恆禮 恆絕日也不可以 好 恆禮就是 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 恆絕呢 春分 秋分 夏至 冬至 等 前一日不能結婚 好 那不是四節日也不是四禮日喔 好 那不是四節日也不是四禮日喔 他這裡恆天朱雀是 初一初九 十七二十五 是當天不能嫁絕 四禮四絕日 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 春分 秋分 夏至 冬至 等 前一日不能結婚 前一日 要聽懂嗎 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 春分 秋分 夏至 冬至 四禮四絕的 前一日不能結婚 是這個意思 受死日 往往日 要歸壁 受死日一般來講的話 受死日就是 就是 專有名字啦 遇到受死日 還有往往日 這個都不能 這個都是凶神 在嫁娶的女性的凶神 所以遇到受死日 我們就不能要 往往日 這個要歸壁 所以在黑客也好 後面的黑客也好 還是前面的紅客也好 只要適合嫁娶的日子 都不會碰到受死日 也不會碰到往往日 這樣聽懂嗎 那至於什麼叫受死 什麼叫往往日 這是在女性的279顆金的 神煞裡面的兩顆 那這個在克哲講義上面有解釋 我們就不再另外解釋 如果各位有興趣 就去買克哲講義的書 當然克哲講義的書很多本 你買哪一本都一樣 它都會有解釋的 所以我們婚課的 只要適合婚課的 紅課或黑課 他都已經把受死日跟黃黃日避開了 月焰無翁日可用 月焰日是沙翁日 月焰日 月焰是一個專有名詞 在克哲講義也有解釋 他就沙翁日 月焰日 沙翁日 不利誰 不利達瓜 所以那一天不能嫁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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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焰對無辜反利期 焰對日是不利怎樣 無利烏的 那這個都要選開的 一般來講呢 遇到月焰日 焰對日 都要散開 那如果說家中沒有大雞已經沒有在那裡 大雞沒有在那裡 驗對日就可以 所以這裡寫 驗對無辜反例行業 意思是說 打雞已經沒有在那裡 驗對日就可以了 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等於說 打雞如果在那裡 就不能用驗對日 驗對日是沙菇 月驗日沙窩 所以說 這個重點 在驕取的婚課裡面 不管紅課裡面或黑課 他選的驕取日 可能會碰到那一天是月驗日 或那一天是碰到驗對日 他沒有跟你講過 如果有打雞有在那裡 就要注意 有月驗日的一天 有打雞在那一天就不可以 像你沒打雞已經有傳送了 那就不快 驗對日的話 溫課裡面也有驗對日 如果沒打雞 沒打雞 驗對日就可以 連誰就不可以 叫它散一下也不行 那當然 大部分的溫課 紅課裡面 驗對日跟月驗日都給人像不一樣 他會有鑄結像不一樣 那一天是什麼 是他幫你散開 紅課 字意無角全然極 意思就是說 字意它也是一種凶神 字意也是一種凶神 然後腳心它也是一種凶神 勾腳 字意跟勾腳兩顆心不能同在一日 兩顆心同在一日 計價取 所以字意無角的話 只有字意或只有勾腳 勾腳 勾 勾這個勾腳 它也是修神 字意心跟勾腳心兩顆心 如果加在一起 同在一日 來得計回刻 單一顆不去 所以這裡也寫 單一顆不去 就是字意無角 或者是勾腳無意 無字意的意 都是一樣 它寫字意無角 就是單一顆沒關係 所以它有些日子這兩顆心 會碰撞在一起 因為女性的神煞心有279顆 一有哪一天會去修改天 這個就不可以 人格無公正合宜 人格 所謂什麼叫人格 人格這兩個字叫做劍 公劍的劍 人格叫做劍 好 這是一個薩心 人格薩心 那公呢 叫做翻公 翻 翻什麼翻 這個翻 它是人格薩心 還有翻公薩心 這兩顆心不能在一起 這兩顆心不能在同一日 一個是劍 一個是公 兩顆心在一起 就變成行車公劍 不利 男女雙發 這個都是薩心 但是這個薩心每一年它會輪來輪去 哪一年哪一天 它們兩顆心會在同一日 這樣聽懂 但是只要有 只有人格或只有翻公的那個日子的無際 只有公或只有劍是無際的 可以駕齊 但是兩顆心在一起那就不能駕齊 但是這個紅刻跟黑刻 只要有駕齊可以用的紅刻黑刻 人格翻公都給你賠了 都給你駕齊 在裡面煩熱 我們就不用煩惱了 他給你駕齊那一天才會有駕齊日 所以我們穿到後面的黑刻 看到那一天適合駕齊婚 駕結婚親的 都不會有能力跟翻公兩顆在一起 因為有兩顆在一起 那一天是不適合這樣 他不會給你繳兩倍 那我們日月曆 玉曆天是跟你做解釋而已 說駕齊日是不能人格跟翻公在一起的 這樣變得好 二之二分勢力計 二之二分勢力計意思就是說 剛剛有講的 立春立夏 立秋立榮就是施立 對不對 然後二之二分就春分秋分 還有那個夏至冬至 這個季 基本上跟剛剛講的一樣 是前一日啦 他的前一日不是當日 就是施立事前日嘛 對對對 再重複一次這樣 但是 基本上 從以前我教我的老師 還有我的師兄弟 還有我在選 我們都儘量前一日跟當日都不要 前一日跟當日都不要 所以你看看喔 因為我們是比較有紀念問題的要求 曲故之後你就知道 在通書上面 通書上面的紅刻跟黑刻 紅刻跟黑刻 他在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當天跟前一天都不會是文刻 他們兩個都向你了 通書都給你向你了 這樣聽懂吧 所以通書連當日也閃開 所以施立施絕 施立施智 就是春秋二字還有二分二字 那這個都幫你 施立二分二字的當天跟前一日 總共十六天都給你給你 通書也都給你給你給你了 那本來照理正確的設法是前一日 但是現在都給你給你了 連施立是絕日 施立日跟二分二字都給你給你了 為什麼會給你了 一般來說在季節轉換的那個日子 一般來說是棄墜不穩定的 所以人家說那幾天是最難受胎日的 最難受胎 前一日跟當天都難受胎 那結婚的話一般就是 結婚那一天就要動訪對不對 所以你再拿前一日結婚那一天動訪 或當日結婚動訪比較難受胎 所以一般在施立跟二分二字日 還有施立二分二字日的前一天 總共十六天比較不喜歡當成假全日 就這樣子 這樣有全錯了 所以現在同書已經很先進 現在同書就是施立日跟二分二字的當天 總共有八天 還有施立跟二分二字的前一天也有八天 十六日 他在紅刻的文刻跟黑刻的文刻 都給你剩下 所以我們也不用煩惱 反目就是反目煞 我們有說過 反目煞他要全 反目要全才有禮婚价 當之不濟 所以這裡 反目無全就沒關係 休慈禮 意思就是反目無全的話 反目沒有全的話 我們就不用抵禮了 就可以結婚 那你明白了嗎 反目煞 那反目煞上 那上個禮拜就講 要全才有反目 當之不濟 他這樣子也是 這裡還有一個正是非日 還有真滅末日 這個都不可以 那正是非日跟真滅末日 他都有講義上 客者講義所特別講 什麼叫正是非日 還有特別講 他的由來特別講 我們這裡就不贅述 因為如果是要講理論的話 日課來公里亮 這個你們都可以參考 客者講義 什麼叫正是非日 什麼叫真滅末日 他有講得很清楚 那只要遇到正是非日跟真滅末日 那個也不能選回婚客 我們在紅客跟黑客以來相對 海不行假見任杯 什麼叫海不行假 所有的婚客六十家子的女命